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索如何准备一顿充满土著文化的假日盛宴 并且由美国顶尖的土著厨师本,雅各布斯来引领大家 他不仅在丹佛开设了知名的土著美国餐厅TOKAP 还推出了便捷的食谱配送服务Harvest Meals 并且积极推广土著食材的使用 雅各布斯将教我们如何利用丰富的土著食材 如也牛肉、鸭胸和南瓜 创造出层次分明的风味和色彩 我们会探讨它独特的烹饪技巧 包括如何将新鲜的浆果和蜂蜜调制成酱汁 如何使用酪梨油来提升沙拉的风味 以及如何让孩子们在厨房里动手做饭 从而增进家庭的连结 这不仅仅是一次烹饪之旅 更是一场文化的体验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美食背后的故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一位名教本雅各布斯的厨师 正以创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美国土著美食 它的灵感来自于奥塞其国的传统 而它的目标则是让土著食物能够被更多人接受和了解 雅各布斯不仅创办了TOKAP土著美国餐厅 还开发了Harvest Meals和TOKAP Indigenous Marketplace这样的平台 以推广和分销土著食材和料理 他的努力让他成为重振土著美食文化的重要推动者 在这个假日季节 雅各布斯分享了他如何在家中准备一顿充满土著风味的盛宴 他认为这不仅仅是展示奥塞其特有的食材 而是要呈现出多样的土著元素 对他来说 假日餐是家族聚会的时刻 食物总是以丰盛的形式摆在长桌中央 让美味食客都能共享 这次的假日餐雅各布斯准备了多道经典菜肴 其中野牛肉是他的首选 这种肉类在土著社区中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雅各布斯选用了肩部的嫩肉 搭配酸酶和其他酱果制成的酱汁 营造出甜美与酸辣的完美平衡 他强调 煎野牛肉时需要特别注意火候 以保持其嫩滑多汁 而鸭胸的料理则灵感来自奥赛奇国的一位前首席酋长 希尔维斯特丁克 雅各布斯将鸭胸封甘树日后 再用当地草药制成的茶和蜂蜜调味 煎至皮脆肉嫩 最后淋上蜂蜜酱 为传统增添了一抹现代的风味 蔬菜在雅各布斯的餐单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 他利用当季的南瓜制作奶油汤 加入玉米高汤增添香气 并撒上烤南瓜籽或向日葵籽以提升口感 此外 他还喜欢用特帕里豆搭配来自科罗拉多和西南部的辣椒和仙人掌 创造出独特的土著沙拉 在谈到这份假日餐时 雅各布斯表示 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 而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 他希望透过这些菜肴 让更多人了解和尊重土著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与雅各布斯的土著石才热情相呼应的是 墨西哥厨师阿德里安娜·卡维塔对酪梨油的特殊喜爱 他在自己的烹饪中大量使用这种油 认为它不仅带来了浓郁的风味 还让人联想到故乡的酪梨叶香气 阿德里安娜尤其喜欢在冷菜中使用酪梨油 比如在生鱼片或墨西哥特有的水煮鱼料理中 几滴酪梨油便能增添独特风味 让菜品更具层次感 酪梨油在阿德里安娜的厨房中不仅是烹饪的魔法 还是文化的桥梁 他在伦敦的卡维塔餐厅里 将这份对酪梨油的热爱船递给每一位食客 让他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墨西哥文化的魅力 除了在食材上的创新探索 让孩子们参与烹饪 也不失为一种传承文化的方式 正如NPR所报道的那样 马克·比特曼的新书《如何让孩子学会做饭》 旨在让年轻人对厨艺感到亲切和自信 比特曼亲自指导作者与孩子们一起制作简单的 《鸡肉马克快》和《橙汁鸡》 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会基本的烹饪技巧 这次烹饪经验不仅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也让作者体验到了与孩子共同创作美食的乐趣 在厨房中忙碌的孩子们的笑声 让这个家庭的假日时光变得更加温暖且充满爱意 这些故事展示了食物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和情感 从雅各布斯的土著餐到阿德里安娜的酪梨油 再到与孩子们一同下厨 每一次烹饪都是一次文化的探索和交流 食物不仅仅是果腹的工具 也是我们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让我们在品味中感受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美好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土著食物指的是原住民或土著群体传统上消费的食物 这些食物通常与特定的地方生态系统 文化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土著食物不仅仅是食材的集合 更是文化和遗产的象征 承载着族群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观 这类食物通常是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 包括野生动植物、鱼类和昆虫等 许多土著群体依赖狩猎、鱼猎、采集和初级农业来获得食物 这些食物通常不经过工业化加工 保留了其天然的营养成分 并且因为与环境密切联系 具有较高的可持续性 土著食物的种类和内容 因地域、气候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例如美洲的土著饮食中 可能包括玉米、豆类和南瓜等作物 澳大利亚土著可能以 布什、塔克、布什塔克为主 如袋鼠肉、野生莓果和昆虫 在北欧地区萨米族的饮食 可能包括驯鹿肉和野生浆果 在亚洲 许多土著群体的食物来源于森林和河流 典型地有水稻、山药和各种野菜 土著食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营养价值 还在于其文化和传统价值 食物的收集、制作和分享过程 是土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到许多传统知识和技术 这些知识和技术通常是通过世代相传的 口述历史保留下来的 历史上 殖民化和现代化进程 对土著食物的影响甚大 在许多地方 土地的丧失、生态系统的变化 和工业化农业的扩展 导致了传统食物资源的减少 此外 现代饮食习惯的引入和童话政策 推动许多土著群体 放弃或失去了其传统饮食习惯 这对于他们的健康和文化遗产 造成了挑战 然而 近年来土著食物的价值 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随着全球对可持续性 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增加 许多土著群体 开始重新寻找和保护 他们的传统食物资源 这种努力 不仅能够促进土著群体的保健和营养 还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和促进文化复兴 数据显示 土著群体通常居住在 全球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他们对于这些生态系统的管理 和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有深厚的知识和经验 然而 由于全球化和经济压力 许多土著群体 面临着食物资源的侵蚀 和文化同化的威胁 土著食物的研究和推广 不仅有助于土著群体的健康 和文化保护 还能够为全球食品安全 和可持续农业提供宝贵的洞见 推动对土著食物的理解和尊重 有助于促进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和可持续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土著文化复兴运动中 美国土著食物的推广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像Ben Jacobs这样的土著厨师 通过TOKAP餐厅和其他项目 将土著美食带入主流文化视野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 对土著文化的认识 也有助于维护和传承 这些独特的饮食传统 从历史上看 随着殖民的影响 许多土著文化和传统被边缘化 因此 现在的这种努力 不仅是一种文化自豪感的表现 更是对历史不公的纠正 然而 正如楚天书所说 土著文化的复兴固然重要 但我们也要小心 这种过程中的简化和商品化 通过商业渠道推广这些传统食物 特别是通过像Marketplace这样的平台 可能会导致这些食物失去其文化意义 被简单地视为另一种 异域风味的商业产品 过去也有很多例子 文化符号被夸张和商品化 最终失去了其原有的神圣性和意义 你提出的担忧 的确值得注意 但需要指出的是 Ben Jacobs和他的团队 正努力保持这些美食的文化原汁原味 他们的食谱和市场活动 不仅注重食品本身的美味 更注重背后的文化故事和意义 他们也通过公益活动 如向需要的社区捐赠餐食 来维持和强调这种社区间的连结 这与过去那种单纯的商业化 存在本质的区别 没错 这些努力看似是在保护和传播文化 然而 不可忽视的是 这仍然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商品化的陷阱 任何一种文化在被包装和推销的过程中 都有可能会被简化为一种消费品 就像炸面包曾是土著人民面对困境的一种生存手段 但如今却可能在餐厅中被改造为一种异国风情的商品 这样的转变可能使人们忽视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 的确 炸面包的历史背景复杂且深刻 不过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才让它成为连结过去与现在的文化桥梁 雅各布斯将其纳入菜单 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庆祝其文化意义 而且 食物本身就是文化变迁的载体 就像麦当劳的汉堡 从美国传到全球 这其实并不影响汉堡在美国的文化价值 重要的是 我们如何在推广的同时保持对这些文化符号的敬意和理解 我认同食物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但我们还是得谨慎 文化符号一旦被过度商品化 可能会导致土着文化被误解或简化 比如炸面包被简化为一种快餐 而忽视其背后的历史悲剧和生存智慧 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教育公众 使他们深入理解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 而不仅仅是品尝其味道 这才是对文化最好的保护与传承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谐齐齐的讨论 围绕驻美国土著食物的推广 及其文化意义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并引发了对文化复兴 及其商业化的深刻思考 楚天书强调了土著食物推广的重要性 认为这是一种对立史不公的纠正 和文化自豪感的表现 他以Ben Jekas为例 指出他在推广土著美食的同时 并未忽视其背后的文化故事 这对于维护和传承土著饮食传统 是至关重要的 楚天书的观点充满激情和积极性 显示了他对文化复兴的信心 并相信良好的商业模式 可以促进文化的活化 然而 谢琪琪提出了相当有力的反对意见 警示我们要小心文化简化和商品化的陷阱 他认为 透过商业渠道推广的土著食物 可能会失去其原有的文化意义 变成仅仅是另一种异于风味的消费品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 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经济潜力 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和情感 因此 食物应该承载故事 而不仅是味道 两位变手都指出了文化符号的多重意义 楚天书提到 食物作为文化变迁的载体 通过食物的推广来增强文化认同感和社区连接 而谢奇奇则强调了教育公众的必要性 认为传播文化的过程中 必须深入挖掘食物背后的历史和智慧 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反映了文化复兴与商业化之间的微妙平衡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揭示了在当代社会中 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与挑战 楚天书的观点虽然积极 但未能充分考虑到文化商品化的潜在风险 相对而言 谢奇奇的观点更加谨慎 提醒大家在推广文化的同时 必须保留文化的神圣性和深度 最终 对于任何文化的复兴 我们都应该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来进行 让文化再被重视的同时 也能够保留其独特内涵 在此 我期望未来的讨论能够更加深入 让文化复兴的道路走得更稳更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当然啦 朋友们 我要告诉你们三个关于美食的有趣故事 让你们笑出生来以及垂涎欲滴 首先 我们来看看本 雅各布斯这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土著美食天才 他开了一家叫做TOKAP的餐厅 还推出了土著食谱配送服务 简直就像是美食界的派送员 他不仅在丹佛机场开了分店 还将土著美食推上了全国的舞台 这位土著美食超级英雄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能品尝到他文化的美味 他的假日餐是什么样的呢 嗯 想象一下 也牛肉的浓郁香气 配上酸酸的浆果酱 这真是让人垂涎三尺啊 雅各布斯的餐桌上还有鸭胸 南瓜汤和特帕里豆沙拉 这些都让你感到仿佛置身于美味的冒险之中 接下来 我们来到墨西哥的阿德里安娜 卡维塔厨房 他对酪梨油的迷恋就像对美食的热爱一样无法自拔 这位来自墨西哥的厨师认为酪梨油简直是厨房里的魔法棒 他在冷菜中使用酪梨油 让菜肴有一种清新的气息 仿佛把它带回了墨西哥的故乡 想象一下 那些生鱼片和水煮鱼都被这神奇的有点化的美味无比 而且 洛梨油不仅仅是厨房里的明星 在墨西哥还被用来护法 阿德里安娜的餐厅卡维塔就成为了一个展示这种油的舞台 让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家乡的味道 最后 我们来到马克 比特曼的厨房 他教我们如何让孩子们在厨房里变成小小厨师 试想一下 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鸡肉马克块和橙汁鸡的过程中 厨房里的混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些菜肴不仅容易制作 还给孩子们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 当孩子们在烤箱里烤出金黄酥脆的鸡肉块时 你们会感受到那种自豪和惊喜 而橙汁鸡让全家都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烹饪大赛 最后的成品不仅美味 还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这不仅仅是做饭 更是一种家庭的连结和共享的快乐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食物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创新的舞台 以及家庭连结的纽带 希望这些故事能让你们感受到美食的魅力 以及它带来的喜悦和幸福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